全員正解 今天我們開層布公 因為發現大家其實都滿自律的 所以今天我們索性 也讓大家沒有那樣的壓迫感 因為很多議員反映說 我們中間一個隔板 他有的時候 UB空間恐懼症 這樣喔 對不對 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決定讓這個隔板 就不伸起來了 沒有關係 你盡量伸 但是 也懷疑我們你就伸 全部 不是 不是因為你在中間 我們才伸不起來的嗎 太急了 好不好 太黑了你知道吧 不會 好 加油了 一定題目很重要 現在 第一題 聽好了 第一題請給不同的答案 不同的 且不要參考對方的意見 好 大家注意喔 偷看抓到挖眼睛 好 預備 挖眼睛 挖眼睛 挖眼睛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挖眼睛 注意喔 你記錄演藝圈到現在 遇過最大的委屈是什麼 讓我們了解一下個人的心酸事好不好 來 來 20秒計時開始 出道演藝圈到現在 遇過最大的委屈是什麼 鴨頭你要想喔 體力也要想喔 現場倒數10秒 1 2 2 1 時間到 來 出聲的答案 1 2 3 讓全國觀眾看一下大家 到底受了哪些委屈 有沒有可能是有重複的呢 好 請問一下有沒有全員正傑 好不好 恭喜全員正傑 來… 就字面上開始 謝謝 我曾經在一個剛出道 大概三四年 三四年 應該還沒有主持黃金傳奇的時候 是 主持那個節目呢 搭檔的那位呢是很資深的 資深 他以前是橫跨影哥是秀長都有 誰啊 這是不能講是誰 怎麼不能講呢 一個字 三個字 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 沒有人 你打我幹什麼 第一個字都打我幹什麼 女的 這位呢算資深的一個前輩 大姐 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說錯什麼話 她 竟然我出道到現在 我看過再火爆的畫面 都沒有看過 一個女人 我叫大姐的女人 我尊稱她大姐 這個麥克風 直接在地上摔到凹 凹下去 她直接幹掉以後 摔麥克風 惡狠狠的瞪著我之後 出去不錄了 什麼了 你是講她怎麼了嗎 你講人家怎麼樣嗎 我當時非常委屈 我已經 你覺得我做人會講人家什麼 我有講難聽嗎 不會啊 我看就是你 對啊 我覺得是無意間講的 無意間講出來 然後自己不知道 絕對不曉得 那有沒有立刻辭職 沒有 後來沒做多久了 其實後來就沒做多久了 我腦是這樣 因為任何組織搭檔 只要不合 觀眾絕對看得出來 對不對 那個默契什麼都有 可是問題像我們不合 你們就看不出來 你們是 沒有 我還嗯 好 來 小薰你的委屈 以為黑社會妹妹都很亂 刻板印象 為什麼是刻板印象 亂是怎麼樣 就是很多 就是之前 有幾個黑社會妹妹 她不算是常常常去錄 可能去錄個一兩次 然後她就可能會跟別的男孩子說 我之前是黑社會妹妹 然後就會PO一些就是親密的照片 之前有新聞那個 有新聞那個 對 然後因為這樣子 會讓人家以為說 我們妹妹都會是這樣子 可是不是這樣 她那時候PO照片 她不是只有跟一個男孩子 而且她是在床上的照片 她是有跟很多男孩子床上的照片 還有 還有洗澡的 是 盡行中 應該不盡行中 應該是在床上 那為什麼人家又講妳小薰 不是 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是有很多戲 就公司想找我們去拍戲 可是他們那時候知道說 黑社會妹妹妹 不行 那我不要 這個玩得可兇了 對 因為我們都很想 就是去拍戲 嘗嘗看看 就因為這樣子 什麼機會都沒有 就很氣 有人把你們形象搞砸了 無怨無被牽扯到 一鍋糜 一鍋糞 對 一鍋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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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開一鍋糞 一比一耶 你不講我還不知道 是一鍋糞 你知道嗎 那沒事… 其實一顆就可以 對… 只剩的話 一錄一比一的我們覺得 一鍋糞的話就真的太餓了 那這隻黑社會妹妹都很亂 沒有 不要... 不要臭 臭我氣哥 好嗎 妳小群 一顆死啦 就那幾位就對了 就因為這樣子 我們缺少很多去演出的機會 這有點委屈 那婷婷妳有受過委屈 就我們三個一起去內地錄影的時候 然後我們是很臨時接到同稿 然後造了製作單位的音樂跟舞蹈 然後舞蹈老師也是他們給我們的 然後舞伴也是 結果我們就被安排一個 就是很可愛的舞蹈 然後服裝也是製作單位給的 結果在錄影的前一天 評審老師還先審核我們的舞 說很好 一定OK 因為它是個舞蹈比賽 然後老師就說好 明天就這樣跳 然後我們跳完之後所有的老師都罵我們 然後說我們裝可愛 然後我在台上有反駁老師 後來節目播出我講的話都被剪掉 反駁妳怎麼講 服裝跟舞蹈都是她的準確 因為老師說我們裝可愛 她還說你們這個年紀還敢跳這種舞 所以說妳就講妳懂個屁啊妳 所以一定會被剪掉啊 老師可是這音樂不是妳選給我們的嗎 然後她就 我有這樣講 然後老師就說 但是妳沒有表現出我要的感覺 可是是她已經先看完說 我們這樣子很可愛 而且她一直稱讚我們 對 而且音樂還是櫻桃小彎之 怎麼跟我跳可愛的 你告訴我 好 不要生氣 好啦 勳姐不要這樣 那妳應該寫這一題吧 妳怎麼寫這一個 沒有想說這一樣啊 沒有不一樣啊 對 然後而且那時候我在台上有哭嘛 因為老師就有指責我們 然後我就忍不住落淚 然後老師還說 這是現在在演年度悲情大戲嗎 這齣戲要什麼時候才解釋 可是其他女藝人哭就說 妳們表現得很好 對 妳們沒有什麼 當時丫頭在旁邊放空 丫頭在旁邊一直安慰我 因為那時候她就說 現在是在演什麼年度悲情大戲的時候 我就受不了 就把麥克風搶過來說 我們現在沒有在演戲 在台上就是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然後我講的話通通被剪掉 所以從頭到尾就只有我們三個 臉很臭 不然就僵硬然後再哭 一直被罵 所有的 所有妳們的反應全部剪掉 對 全部剪掉 然後我們就被淘汰了 當場被淘汰 最低分耶 跳得很爛 等於就是發動畫來羞辱妳們 對 很爛的人都不用這樣 就是發妳們來羞辱妳們 真的 而且他們前一天 那個老師為你們講很好 很好我知道怎麼罵了 而且我們還要求舞蹈要求 要不要再難一點 因為我們覺得好簡單 要不要再難一點 那個技巧動作還是我教男老師 就說老師我覺得我可以做什麼動作 因為我學跳舞嘛 然後我就說我可以做難一點的 然後老師還說不用這樣就可以了 太難了妳這樣罵不… 罵不過人家 超壞 超壞 沒有水龍 不是武林大會那個節目嗎 愛喔… 愛喔 妳怎麼了 不是 妳在裝什麼可愛 吃下去 不是 吃下去 氣死我了 好啦 換妳了 罵執行給我看 罵執行是誰罵執行 誰 是導演罵執行給我看 罵執行什麼 他不罵我 什麼情況下罵他 對 就比如我一直NG嘛 地位走錯了嘛 錯了就咔咔咔 然後後來導演就叫執行過來 來… 他不是很大聲啊 那是都沒人啊 你找到這個來要唱什麼 跟我那個很像 你就… 你說罵我們就算了 你直接罵我 曾國城 你是怎樣 你還要演戲喔 他不是 他罵執行 那我也在旁邊嘛 我能怎麼辦 你都沒人喔 你找到這邊幹什麼 大家耽誤時間這樣… 對… 他也不會講得很壞 但這種講法已經… 那個就好像刀已經在割你 你知道嗎 割你這樣狠 這個更狠 平常人家罵你粗啦 罵你笨啦 罵你什麼都無所謂 直接來嘛 罵你直接去公祭什麼 都無所謂 對… 那你從旁邊的人 跟旁人說 其實白雲這個人當朋友 你不覺得很可憐嗎 對啊 這樣你就受不了 對 你不用去跟他講嘛 你不用去跟他 幹嘛去跟他講呢 對不對 你就直接衝著我來嘛 對啊 你就直接衝著我來 OK的 對不對 對 這是你最委屈的一件事情 對 我覺得這個感覺已經很… 因為你… 其他的委屈都不算委屈 你看他厲不厲害 對啊 因為你罵到旁人 你也來順受罐了 你也來順受罐了 對 你看 我還能跟你 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平常是這樣 沒事拿個鳳梨去橘子 就讓我咬對不對 我不是這樣咬 沒有 我是拿板叉 板叉這個人就是不要惡質 不要惡質 不 你要拿一點可以吃的嗎 有一點可以吃 他的食物還是有挑選 對… 對 這個我就覺得很委屈 故意 太故意 太故意了 是這樣 沐西人寫的是 被誤會嗆別人 你明明就嗆別人 我哪有 我剛出道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是做一個訪問 然後那個記者大姐就問我說 欸 他就是說 你好像很多人說 你跟某某某 另外一個女藝人 很像 你說很像 會放在一起比較 完全不一樣 因為路線也不一樣 我就說他出道很久 我才剛剛出 當然很紅耶 他就跟我說 可是你們家裡環境都很好啊 然後那人家他出門 都帶很多有名牌的東西什麼的 那他就 我剛好那天帶一個包包 他說那你這包包多少錢 我就喔 那大概兩三萬多 我講我這包包我買滿久的了 他就說喔 是喔 那你跟人家不一樣 我就說那人家那麼紅 賺那麼多 我才剛剛出道 當然不一樣啊 對啊 然後 而且 我這話都記得很清楚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而且我經紀人在旁邊 那我如果答得不好 他一定會出言足止 我經紀人從頭到尾都沒有覺得不OK 結果後來他就說 他就跳到說 欸那你現在 有沒有出來收入跟以前 一定有差別 我以前做口意收入比較多嘛 他就說那你有沒有跟家裡拿錢 我說沒有 我沒有跟家裡拿錢 然後後來 那邊寫出來就寫說 我嗆這個女藝人 說她靠家裡 說我不是靠家裡的 然後我從來沒有嗆過人家 我個性也不是嗆人家的心 不會 不會 我心裡想說 我管人家的事情幹嘛 我怎麼知道 他有沒有跟家裡拿錢 關我什麼事啊 就寫成這樣 情緒上應對得體 可是那邊移花接木 對啊 我完全沒有 然後我經紀人也傻眼 就想說你怎麼會顯成這樣 可是問題是 我覺得也可以 這個我不委屈 因為我覺得說大家有大大工作 那其實大姐可能學了這樣 其實比較有話題 然後我可能剛出道什麼的 Anyway 然後我就覺得還好 但是只是後來我爸爸 早上看到新聞 我還沒有看到有電電在錄節目 他一看到報紙打電話過來 他一講話我就哭了 他跟我說 你沒事去管別人幹嘛 你為什麼嗆別人 我是這樣交頂的嗎 沒有 我臉都被你丟光了 然後我哭到那裡就怕 其實爸爸不了解這個圈子 對 我不是這種人 那我也不會去嗆別人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覺得就是 誤會我沒有關係 我解釋就好了 然後或者是說 你們大家不了解我個性 沒有關係 久了以後你們會知道 但是我爸爸這樣子講 我心裡就很難過 沒關係 想哭就到我懷裡哭 想哭就到我懷裡哭 我是覺得我不是這種人 然後我覺得讓他失望 我比任何事情都難 沒有啊 其實我們在這個圈子 你看你說被報紙 像他類似的那種 我們都有被寫過啊 對啊 白雲有一次被寫 瘦的皮包骨 他多氣 那不囉嗦 那記者 我當時砍死他 他會像不好 對 他會像不好 他自己有不好委屈 好 應該要肉肉的才賣相好了 對 恭喜全員這集 Yeah 好 第一題囉 恭喜 不好意思 可以換人了嗎 當然 兩題 兩題階段換人 幹嘛 有能不能累喔 請換人 結果這個陣容 三長兩短的組合 非常好 三長 六三長兩短 對啊 黃鐙輝 劉宇柔 陳志祥不三長 加一個 你說什麼呀 蛤 我聽不懂 好啦 準備 你不理他 你不理他 下次委屈的事情就寫我們這一段 你不理他 他很會 來 題目 這是 動作題 請幫手上東西放下來 第一題 請問 請問 用望遠鏡看遠方 你會怎麼比 1 2 3是比 你看 是不是 你看後面都一樣 還好你們拿 還好你們手的 真的嗎 對啊 你們兩個是 放好 不要動 放好 1 2 3 3個是雙管的 這我可以解釋 他們 你看 雙管的 屬於陸軍的 陸軍 單管屬於海軍的 有星空夜市境的 他們還是海盜的 對 海軍的 你這是什麼 是遠方啊 那你是雙管還是單管 這個是雙管 雙管的啊 單手單邊啊 這個才叫雙管啦 裡面誰叫遠方啊 雙管 遠方 而且他剛剛聽題目是 拿望遠鏡看遠方 所以要遠方 沒關係 有點 搞 我們剛剛在這邊 有自己做過這個遊戲 大家就是拿單管 看遠方 你舞科傳看 很遠嘛 這個 對 射箭 射箭了 射箭 射箭 年紀大了吧 就年紀大了好了啦 白痴 射箭 白痴啦 好 來 把他動作做一遍 來 望遠鏡看向遠方 沒有全員正點 請分 好 好 好冷喔 第二題 你聽到 警察 你會怎麼比 你會怎麼比他是警察 可是不講喔 不能用說的 你怎麼比他是警察 警察你怎麼比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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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喔 後排拿槍 吹哨子子人 吹哨子人 吹交通好不好 吹哨子人有三個 拿槍 四個 有分拿起來跟沒拿起來的 1 2 4個拿槍 就一個敬禮 等一下 等一下先處理 請噴謝謝 不是啦 警隊也會吹哨子啊 警察他有槍 警察他有槍啊 你為什麼沒有槍啊 等一下 大哥有槍啊 他有槍啊 放棄 劉宇喻 你在大聲 你看 連主持人 主持人都有槍 鼓子了 劉大哥你是插最遠的喔 冷靜 等一下 把動作B 1 2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會這樣 來 1 2 警察才有槍 誰有槍 對啊 軍人也有槍啊 軍人也有槍啊 古龍門也有槍啊 軍人的槍会槍 對 軍人會槍 軍人是長槍啊 對 警察拿手槍 我剛剛有想過吹哨子 可是 連那種以前的那個公路局 都有槍 對啊 指揮 指揮倒車的是不是 對啊 不明顯啊 或者是施工的 比較說警察 軍人的話我覺得才會 你這麼想做空中 對 所以警察這個比較明顯 也是槍 也是拿槍嘛 對 想到的第一個就是槍 警察 槍跟警察畫上等號 對 你是什麼 那個啊 就只有你一個人盡理 別捨不盡理 軍人也會盡理 軍人才會盡理 這會模糊掉 可是壞人跟警察有多少槍啊 妳要盡理會 吹哨子 交通警察跟警察 不是什麼叫盡理 唱國歌的時候也會盡理 因為哨文很廣耶 不是嘛 那大家都 你翻臉 翻臉了 你看 你是不是很漂亮 那每個動作都有不一樣的角色 為什麼我這個就只有無色一個 我就衰 好玩 好玩 女生好玩 不好玩 好 可惜 沒有答對 好 來 第三題 可以了喔 她以為說不好玩 她吃了 來 答案擦掉了 好 來 下一個動作 當妳聽到謝謝 妳受了人家的幫忙 人家幫助妳 可是妳一時說不出話來 妳想說謝謝 妳怎麼逼 好難喔 好難喔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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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他 抱他 其實你幫我把這東西撿起來 沒有 我是撿抱型的 我是很喜歡抱朋友 動作標方式來 看好 小薰 那小薰你是幹嘛 謝謝 這個太基本了 對 白雲是拜年是吧 謝謝 哪有這麼客氣的 對 拱手作一 有時候會 謝謝 謝謝 這邊謝謝是一口氣一路 那個是拜拜吧 他說謝謝啊 那個是拜託啦 這是謝謝 那是拜託 拜託 謝謝啊 鴨頭跟我一樣 這樣才是拜託 手語的謝謝 是喔 手語的謝謝 謝謝 謝謝 可是這個氣票 對 對嗎 謝謝 一定是這樣的嘛 之類的 耍帥 謝謝 感謝你 抱妹妹 抱妹妹 小鼻子太夠了 可以 可以 通常會這樣喔 還謝啊 真的夠了 而且好奇怪喔 你看喔 像劉宇柔一個人做這個 一個動作對不對 大罵他 那這個 鴨頭他也是只有他這樣 沒有人罵他 整個都說他也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真是 因為手語真的是這樣 好可憐 雜利宏把你們也沒有罵啊 真的 雜利宏把 這個妖人的啦 這邊怎麼有笑他啊 真的 黃東瑋你們也沒有罵啊 這個大家都會這樣好不好 還有大家都會這樣 還有大家都會這樣 彭哥就這樣嗎 彭哥是這樣 彭哥是這樣 是喔 這被罵了 這讓我 這讓我播 有委屈 有委屈 有委屈喔 這次談話劇節目會一直找你 不好意思 委屈的事情一直講 太好了 好多 動作題結束 最後一題 這一題你們要好好的寫喔 你們覺得 做一個藝人 最基本的條件是什麼 就叫最基本的條件 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不同的答案 請給我們不同的答案 不要參考隔壁 不要參考隔壁 對 計時開始 預備 開始 要不同喔 基本的條件 藝人的確實 每個人出道有一年多的 有十幾年的 每個人出道的方式也不一樣 但是你認為一個藝人 最基本的條件 是我要求 你認為什麼 太寫不完 最後倒數10秒 8 6 4 2 時間到 現在 請出示答案 翻版 我嗎 請問一下 都不一樣 請問一下 又沒有全運正結錯 恭喜全運正結 對 大本贏到花瓶 對 你跟第一次走耶 對 我很怕做不到 請把答案排行起來 觀眾緣 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對 男中緣說明 其實呢 就算你很沒有才藝 很沒有特色 可是你人緣好的話 也可以當藝人 誰是這樣的人 舉一個例子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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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幫我指啦 誰啊 誰啊 你 誰啊 你講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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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其實觀眾緣呢 也所謂的 他跟桃花 是一樣的意思 桃花 桃花 藝人要是沒有桃花的話 那你就不要出來當藝人了 那是真的 對啊 因為沒有觀眾喜歡你啊 沒有用來 這個還滿重要的 這很重要的 來啦 當藝人的基本的條件 特色請解釋 所以因為我之前想要整型 就是整身帶 可是大家都叫我不要整 他說就是特色 那 OK 妳的特色是聲音 黃鐙慧的特色是什麼 長得像幹狗龍 不是他說我像康康像500就算 哪裡有幹狗龍 有 那白雲特色是哪裡 胖 對 他真的講實話 沒有 妳用錯字 那 那我咧 他算是肚子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在心裡說我的特色是肚子 我每次看到晨晨哥的第一眼 會先看肚子 就很有福氣 很有福氣 康哥咧 康哥是 他頭那麼大 妳不講 妳講好男人 他頭那麼大 是因為我看過 康哥就是對老婆很好 OK 妳 就譬如說呢 像白雲哥 保持肥 對 他就要努力 讓自己維持在這個狀態 維持他的食量 其實他搞不好吃得很辛苦 我們也不知道 他不維持實力 他維持食量 這很厲害 妳就說他自己對自己灌食就對了 對 瘦下來這樣 對 因為這樣就沒有特色了嘛 然後像女藝人就身材很好 他就要維持 他要一直運動 他不能讓自己變胖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一個基本的藝人要有的條件 就是要很努力維持自己 你自己回去敲到自己的麥克風 一個最好的例子 劉德華 郭富城 對 這兩個是最好的例子 太厲害了 絕對會瘦 你看每個人都點頭吧 對 他們保持了30年了 30年都長一個樣子 真的 所以也有不好的例子 例如 對 過了80就回不去了 我沒有講話耶 我這有瘦一點了啦 我怎麼會說到我知道 對 妳的特色已經是肚子 他那個是他們不叫特色 我們講這個人 因為你後面有的又要 晨晨在晨晨跟朋友就好像 欸 肚子 喔 我不覺得 這樣錯了 有才藝 有禮貌 保持努力 有特色 要具備一定的觀眾緣 是的 就是我們要當一個成功藝人 一定具備的條件 才寫了一部分而已 事實上還有10條8條沒寫 對不對 希望大家繼續加油 找到這樣的一個重點 找到這樣的特色 好不好 謝謝大家今天的挑戰示範 耶 好 好 好 剩下 繼續回到我們的 綜藝大本魚 待會兒見